好,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新的視頻正常嗎?如果正常可以的話,我們可以開始直播人的分享 可以聽到聲音和看到這個視頻的介面的話,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直播人分享 好,早安,早安,早安 昨晚的市場,夜期行得還算可以,起碼站得穩定 但今天早上,現在開盤的情況就一般 主要是看下午的時間點,因為目前開盤後,就有一個小速回落的動作 這種小速回落的動作相對來說,在某些程度上,市場對表著 依然不是非常平穩的一個預期 所以整體市場的一個情緒和整體市場走出來的這些革徵 對表著,在現階段來說,市場依然會有反覆 不過大方向,首先我講一下大方向,這裡是一個平台的結構 我認為會有一個平台的反應結構 這點呢,我的觀點是沒有變的 好,早安,早安,早安,大家早安 OK,陳小姐,早安 Emi,Cobie,Windy,Joe,OK 黃小姐,Edward,英尼,Coco 那麼,大型科技股的話,在這個位置,我覺得可以做一點 問題不大,問題不大,短期來說應該不會跌 會有一個反抽型的一個動作 目前來說,我依然是維持這個觀點的 嗯,因為,從時間周期來說 這個位置的一個周期,其實它不是說要最近跌的周期 而是一個反抽型的周期 所以目前,看回旗子也好,恆子也好 其實旗子呢,昨晚美股跌得很厲害 那,基本上呢,你看旗子也沒有錄的了 基本上呢,就在這裡震一下震一下 只不過,今天早上呢 我看回現在A股的情況呢 就有低虛的一個積氣號 所以相對來說差一點點 不過呢,整體上的思路 或者整體上呢 我們去看到的這個市場的一個 預期的變化呢 我覺得呢,依然是有一個向上的一個需求 所以呢,在這裡震一下先 嗯,變盤的話,我看回60公周期 或者15分鐘周期來說的話 應該是要到下午的時間點 它才會有更好的一個機會 那整體上的一個模型 和整體上呢,對於這個市場的一個分析 大致呢,就是這個思路 其他的話,我覺得呢 趁我可能呢,要去看回 你們手頭上的過股才知道 手頭上的過股出現的一些情況 或者手頭上的過股 有什麼要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那可能呢 我才會有更多的一個分享 給大家去再來一個看的一個過程 好,看一下現在旗子去 會不會拉起來先 會不會拉起來先 整體上是不會差的 今天的市場 呃,唯一是什麼 唯一就是 三月一號附近 啊,聯署還有一個意識的會議在這裡 呃,在意識會議之前呢 那個市場可能還會有不穩定的因素在這裡 嗯,但是我個人偏向應該是不加息的 不加息的啦 呃,所以這個地方呢,難說 個人偏向偏向 但是呢,市場 具體要怎麼走 那這個呢 要看啦 要看啦 所以呢,在現階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去做任何的馬名操作的話 那大家注意一點就是 你的倉位的控制呢 可以適當 啊,可以適當 啊,不要想著一下子重貨 然後去搏 這個時間點我認為呢 是不是非常適合去大型倉位去介入的 這一點呢 是首先去和大家講一講的地方 呃,現在旗子六十分鐘前呢 呢,正在走極劇 啊,好啦 DIF上零續位啦 那DIF上零續位的時候呢 要注意什麼呢 DIF上零續位的時候呢 DIF上零續位的時候呢 要注意三分鐘的 五線不要跌穿 好吧 這個是對於 上一波我們的恒指 得非人的同學 啊,我和大家講解一下 一些技術 啊,一些技術 啊,今天的盤路應該要注意哪一點 啊,還有呢 要注意哪些地方 我們可能要 啊,觀察它的一個 啊,動作 啊,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看得到的啊 啊,它的捉機手呢 其實是黃帶的狀態是比較漂亮的 的,好 啊,視空軌跡 看看視空軌跡先 好了,那 那早上呢 下了一點點 三分鐘五線啊 啊,但是呢 現在呢,拉回來了 所以正在上來說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啊,那今天呢 啊,如果呢 啊,如果有衝得比較強一點的話 可以 可以最減 但是呢 最好不要沽空 啊,最好不要沽空 啊,個人偏向這個 啊,這個呢 啊,這個呢 是對於 呃,期子 應該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和呢,期子在現時的這個情況下的話 的話 那個市場呢 可能會反映出來的一些動作 嗯,那麼 這一部分來說 啊,其實呢 在過了一段時間 呃,即是 比哥多同學呢 都會 都會問到 哦,這個位置呢 應該的一些看法 和這個位置呢 它的一個方向 嗯,那 那在現時來說的話 整個市場的這個情緒 或者整個市場呢 多頭的情緒 都不是很濃的 啊,不是很濃的 所以在這個階段來說 它的一個升幅 和它的上升的動力呢 啊,不像我們看得到的話 是很強勁的一個預期 所以大家看到 它的腳在這段時間 都是很反覆的 啊,你說 啊,滑回來一點點 啊,低虛啦 啊,看一下 十五分鐘到十分鐘 你看到十五分鐘周期呢 很明顯的十五分鐘 低虛 衝高回落 啊,然後最衝高又回落 最衝高又回落 啊,基本上呢 它也是 不斷地走這種 類型的一個走勢 嗯,那其實呢 這個地方呢 它的基因有複製的 有複製的 有複製的 短期基因一般來說 就是說 它短期的基因走勢 是有複製的 啊,落上,落上,落上 所以基本上呢 今天的可能性呢 都可能會再上 啊,所以 我講了一下 就一點多 兩點 一點半鐘 附近了 要是高點 要是即日的低點 可能性 我看回MBC的圖 和看回整個市場 現階段的這個 預期的變化 好,那在這一部分來說呢 其實在對於 期指啊 或者恒生指數的分析 或者你做指數人基金 啊,75 726 又好 或者7200 好,我們看看啊 嗯,接著 有些同學的 可能終於操股空的 7552 等等 好,那其實這些東西 它也是有分析的一個方法的 那,前一段時間呢 我們有學過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一個恒生指數的 一個,呃 呃 呃,就是恒指 波動預測 答應人 那它這次呢 其實是算一次 一個 是理論性的一個分量為主 那其實呢 也有很多實戰性的細節 是要和大家去做一個交流的 那 因為呢 一個理論的一個 講解 或者一個理論的結合呢 它必須是什麼 它必須是要有 真正的去 看到盤面的變化 接著遇到的情況 你還去分析 所以有些同學呢 都期待 我可不可以 有一個實戰班的一個課程 呃,實戰班的課程呢 其實呢 我知道大家有這個需求 也都是呢 呃 我覺得呢 如果要我開始開實戰班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所以呢 我打算呢 就算了 這次呢 就將期指期權講在一起 那如果你是喜歡學期權的 我覺得呢 這次呢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那當然 呃 這個內容的話 我是會以期指為主 期權為虎 就是說 因為要講期指實戰 要講的內容呢 其實我呢 是上一次課已經講了很多 那正就是一些細節 以及你遇到盤面的變化 你怎麼做的一個問題 啊 所以這些呢 可能呢 更多是要實盤去和大家分享的 那我這次呢 我就會什麼呢 會以 呃 每日框架文章 就是會寫文章給大家的 啊 呃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寫一些文章 通明 對每日的一個框架的分析 去和大家去做一個分享的 啊 那這一個呢 是今次的課程 給大家的啊 啊 總之 課程期間啦 會寫給大家 啊 那你不要玩 課程過多 再講 好吧 那這次還有一個情緒的指標 啊 這個是這個課程的一個 啊 呃 其他就 相關的就是 其權有關 其權有關 那呃 其子的話 那個盤 你該怎麼設置 那個介面 呃 呃 我覺得這個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啊 會適合到這些東西的 那它的正底就是 三維穩定體系呢 如何去做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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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MHC圖啊 或者均線啊 結構啊 行不行做 OK還是不行 第一 在現在這個是做soft call soft put好啊 哪個思路比較好一點 呃 另一方面就是希臘字母 這個比較難一點 啊 很多同學其實都很陌生的 別說是 這個呢 我會講得通熟一點點 給大家認識的 好吧 那呃 大八個呢 就是波動率 其實波動率的問題呢 會相對來說呢 呃 它的重要性呢 是 最早期限 重要一點的 啊 那其他方面的話 就是會講到它的一個封控 倉位管理和保證金管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們的 呃 十點過程中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好吧 呃 那今天的主導組呢 我剛才說了 其實這個位置呢 是要看反抽的 啊 啊 重要點是下午 看看下午時間點 好 那這部分呢 是 呃 那其他的話 就是關於 呃 這個位置呢 為什麼要學期限 因為期子期限我認為是不分家的 啊 你炒期子其實是適期權 是很重要的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 要跟大家講的這些 大概是這樣 其他我就不表達太多了 好嗎 呃 這個是上一期的一些同學 學的一個情況 啊 呃 基本上不差的 總之我開課的時間點呢 會給細節給大家 啊 那這個是有些同學 送給我的禮物 啊 跟著寫了一個 紙條給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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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這些同學 這幾位同學的一個口愛 好吧 啊 你們的期待的7000步驟 應該不會令大家失望的 也不會浪費大家時間 好吧 呃 呃 呃 時間是11月中去播 啊 星期三晚上 啊 每個晚上一直播 好 呃 呃 10日之前 額 呃 這個入數是118 啊 這一個是128 呃 在香港市場 學期權呢 其實啊 在香港市場學期權呢 沒有兩三萬元 沒有人教你的 我可以跟大家這麼說 大家要去查一下 查一下 你查一下整個頻道 就知道 沒有兩三萬元 沒有人教你的這些東西 不會整個萬靈 教大家這些東西 其實呢 呃 這個就是香港 香港賺錢大陸消費 好吧 其他不說那麼多 好 期子現在開始拉 期子開始拉了 所以這次我都說了這個位置 先不要去沽空 看看今天衝多高序 目前如果有期子的課 你先保持住 應該是下午的變本時間 如果開始衝的話 衝到下午1點多鐘 應該不會提到問題 好嗎 因為昨晚夜期已經在體現處裡 他的多頭動力很強 基本上你說這個位置 跌多少呢 都比較難 要跌 可能都是星期五 星期一的時候 星期晚上白夜期 看看下星期 連儲那邊的消息 可能會有些影響 比較多 好 60開始喊敵卻 所以這招 穩定性 其實在教育體系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 剛剛我都說了 他現在走上去DF 走上去零續位 是可以保持住的 要保持住 要不要走 你去看五線 五線超過了 你上去 你去看中軌線 按照驅勢來做 防低做多 防低做多 你可以保持住這條線 中軌線 去進行馬名操作 OK 大致的思路就是這樣 所以在某些程度上來說 我們去分析的話 這個位置 都不會想著直升 今天 我們星期一 可能就會少高點 然後下來一點 墜落 OK 這個是整體的思路 整體模型的思路 好吧 現時就是這樣 分析的基礎 好 其他的話 我們是更多的邏輯 和更多的 對於市場的一個 講解大致的思路 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至於你說 有沒有有 有沒有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思路 給大家去參考的話 大致的思路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我看看你們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爆紅 爆紅 9988107 短期可上網多少 如果你想拿長時間 要拿到11月初 短期的話 這兩天可能會震一震 暫時保持著 電力股 我是星期二的課童有講過 星期二的課程 我跟大家講了什麼 這個位置 基本上 電力股是可以作為收息股 去進行一個對待 即是你想收息股 一萬分電力股 電力股沒有太大的問題 基本上 就是這樣的思路 和大家去交流跟進行 整理想的邏輯和整理想 我們去進行更多分析 等一下 我先看看 旗子 在這個位置就是如何更好地把握市場的資金面 或者把握市場所體現的可能性的技術動作等等 我認為適當的握市場是比較適合現階段的行程 一輪車暫停留住,壓力看三銀一附近 三銀一號七 其實華紅的勢不是非常好 其他半導體在香港市場目前沒有什麼值得介入的地方 包括華紅也是 華紅雖然大陸有上市,但估值也不低 加上他的競爭性,我覺得整個市場的競爭是有的 所以華紅個人有在課,你找機會減減倉,好嗎? 七零零短期還會衝衝衝 信達之前也有同學問過 我認為新聞這個顧問是可以保持的 中長線沒有太大問題 不短期,他最衝到最注意的一下 你剛才沒有太大問題 就是可以的 中國華紅人說 這歌的話,在有息相對來說 我認為可以保持的 想做的話,我不兩反對 726,5元4有貨,現在可以取消貨嗎? 這個成本價就偏高了 這位阿祖 好 要溝的話可以先溝 李寧先不要做 我覺得李寧這種類型的限度 相對來說會有比較大的壓力 想去拉上去的話 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這種情況就是 要去買入這一匹的一個股票 或者買入這一匹的一個股票 要很長一點時間才上去 所以個人覺得不要做到一點 聯想還會衝 聯想還會衝 依然是有這個機會的 依然是有這個機會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去進行分析 或者去進行一個理解 就是說在現時的情緒 或者現時的這個波幅底下 去選擇 或者去進行分析 就是要注意一下 在現階段去理解 但是如何去把握到 或者如何去選擇 這個市場的一些 真正的一個盤路的資金 它是形態 大致的思路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現在可以維持住 這個紅色 陳小姐 23條8 什麼位好買 孟宙 孟宙拉了上來 現在這個位置可能就有點難度 這個位置上去的話 你最好讓它踩黃大 再買 不急進去先 這隻股票 做得好做 但是不要追 這隻位置 充免 充免超跌 超跌反彈 有機會超跌反彈 我個人不做這隻的 如果是我不做這隻的 好 既然已經說了 繼續保持住 先保持住 不急著走 我看看 拉到多少 可以減一下 如果你買得多的話 例如你有十手 或者五六手 三分鐘 一分鐘 我看看我的apps 有沒有 又沒有 馬力 先 好 好 現在都透露東彈 算了 可以了 一點 好 看 三分鐘 好 果然走主星 十分鐘 十分鐘 還可以留下 17 173 衝去173 就說了 173就說了 期指結算 期指結算 預測是否會跌 最好出來減貨 這個位置 主要是聯儲的問題 聯儲問題 這裡 在這裡 斷斷斷一下嗎 會嗎 這位 哪位同學 其他同學會有這個問題 聲音不是很延續的一個過程 嗯 這裡想減少少倉 可以減少少倉 如果大家再買回來 期指 三分鐘 走期 還未到位 三分鐘 走期 看看能否衝上去 一起 好 好 想知道哪個問題 你們的問題 我看看 嗯 180 是吧 中面 中面你想買 有一個超跌反彈 我覺得想做可以做 但我個人不喜歡做這種奴隸的票 你有賺走 好 那一陣子很強勢 五六例 五六例 怎麼辦呢 五六例的話 就買其他算 或者先分批 分批做 先進場 先進場 所以如果是實踐課程 基本上應該是這種形式的分享 尤其我直播的時間點 會看盤 然後跟大家實時分析一下 行其指 現在應該怎麼看 這裏我說了不要沽空 這裏先不要沽住 然後你們有課 先保持住 大致的思路 還有技術性 60分鐘怎麼看 3分鐘你要注意什麼 這就是後期實踐課 我會的一個分享的模式 大致是這樣的思路 長城 長城呢 其實這隻股票 它是 中長線裝 我都說了 這一批進去的錢 沒那麼快出來 留著 你先 小聲 那你們手等一下 我弄個咪 弄一下 我弄一下咪 看看 沒有問題 是這樣的 這個 喂 喂喂喂 好 我看到這個咪是正常的 好吧 看來還是有這種情況 給我看 那我還要接近一點 接近一點跟你們說 好 正常 個別同學不得你退出重新入試一試 好吧 正常我就繼續了 長城汽車的話這個位置有少少壓力的 想減貨可以減 但大方向還未行 15元的貨太高了 這個貨要做差價了 這個貨最充要減貨 好 數實數實 2331 keep stop 好 李玲 李玲已經說了 不要做 這件事還要繼續爭 李克強走的影響故事 我們前總理的確走得有點突然 這些故事肯定不是他意見 實際影響比較大 這個不用說 好 1415 高位電子 高位電子 我看看結構 結構用周線圖看清楚一點 高位電子拉不到多少 拉不到多少 但這個位置我覺得他回到19元 不是大問題 19元可以留一留 快手 快手不是那麼容易做 快手周線比較難看一點 不是很建議去做快手 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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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玩一點 709 709問題不大 其實空龍在那時候 有幾個同學都選了幾隻 這些給我看的 我個人是覺得 一般般 空龍的一個表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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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龍 空龍 你找機會走 減一波 這隻股票不要溝通 好 電力股 可以拉到什麼時間 電力股如果你想做收息股 你就保持 壓力位我覺得他也是3.9元附近 新世界 好 智能7 新世界的話 這一集類型的股票 我不是很建議錯 相對來說 他的股票走得一般 硬 即是說他的股票太差了 想拉回來的話 有一點點亮出來 個人不做 看到了 智能7 走不走 你是多少貨呢 17買的貨 暫時不走 174 174 174 月初會去的 今天不一定可以去的 新世界17買暫時 我看到了 智能7 194 194 如果是個人會偏用抽市抽 因為下星期一的話 不肯定消息面的影響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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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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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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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孤空盤有点大,其实有点难拉 看看这条中音线,54元水位 2382慢慢走出来 它黄带够大,面积变得这么大,后期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位置走这种音线,我觉得它还会继续一录 后期再进吧 尾团,尾团可以留到月初的整体的方向 港交所不是很建议做,港交所的资金面来说可能不会怎么炒它 高位有货,要减磅吗? 嗯 高位有货,要减磅吗? 首先要初减,首先要初减 要明一口气称五十一有点难了 小朋友九个半是否可以继续? 是港美股还是港股? 好,那应该是,应该大部分和我是港股多些吧 嗯,有一个半赚钱的这个位置的话 压力会在六十三元,如果充六十几元的话要走 好,不会继续是周华,好,正常就行 嗯,三百,八,没过,九十一百 行指会去,不过今天就不一定 九十一百,一二九九,九十一百 九十一百,九十一百才说了,当然都买了牛红症 嗯,为什么要去减减? 下星期还有位,应该还有位给你买的 嗯,保险股我个人偏向于中长线,OK 中长线OK 九百一 九百一都是中长线,九百一呢 我空间还看得大一点 嗯,先看短期去二十五附近吧 一五四八这段时间都走得比较厉害 好了啊,充了啊,充了啊,在这个位置 提示到这里了,不要沽空了啊,先不要沽住大家 这个位置,keep住,keep住 OK 因为六十分钟是极强形态 学过特会形态都知道,现在是什么状态 三分钟的位置那么漂亮,一点都不用动啊 好,那大致的思路就是这样的分析 基本上每天的这个位置,我都可以和大家做一个交代 好了,今天应该差不多了,基本上 其子一无就是联盛 好,一五八五啊 一五八五 嗯 嗯,这只要 这个位置 行指高月中是否会再下跌 下次会过今年低位 月中我是看低点的 到时候你留意我直播早餐 Koreena 刚才我说了,今天应该差不多了 看看能否出个小高点 我一般停,可能就要看自己的盘先 这个位置的空间 今天的这个位置 看一看,手等 其实直播比较有意思 直播在棋子上,但是风险大 所以我平时讲得少一点 但如果我可以实践 按这个肯定就需要这样和你们分享 课错的时候一定要做主席 大家带的一些位置或者方向 要摆一下就好了 摆一下一般来讲也不会提到问题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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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投上次是否你問的 楊小姐是嗎? 我記得還有其他同學都問過 零投我不是很建議做的 我說了這隻股票很難玩的 它的波動率太高了 它的波動不是完全按記錄來行的 你拉一下它立即打下來 你有賺就走這隻股票 我不會做這種事 小朋友不買,但有貨可以先留一留 7003號多少錢可以買 其實在低點時間變滿時間位的話 可以分批做一點 今天如果有知道我的 我的同學都跟我說過 星期四之後會注意一下 星期四的時間之後 相對來說會比較好的一個時間點 鄭小姐會上到175嗎? 175今天比較難 我覺得今天這個位置173它有端壓力 175在下個星期會上的 肯定還會衝的 大方向還會衝 還沒衝完 我只是說說短線 這樣而已 如果你不喜歡做短線 想要留一點點波段 其實除非你倉位比較大一點的同學 你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不是我看都是玩即日算 免得還要保持盤子看 網易的盤子看 網易的盤子看得不錯 網易的盤子看得不錯 所以我會想要做跌幅 會想拉一拉的動作 但這隻股票很少成交 如果沒有課的話我不會很喜歡做它 說話論質地 質地就算不算 怎麼說呢 因為地產股 你們應該知道我是很少做的 這隻手環可以看他的樣子 藍帶變細了 109 988今天也不是買點 109個人的話我個人不做 但我看他藍帶面積變細了 有機會升少少 9800,9800還會充? 什麼時候買233,這個很難說,不清楚 1071,3元有貨,只贏止蝕位,Winney 只要你放前低這個位置吧,我覺得他 只要你去成本價附近,你就可以走 正常來說,他這個位置應該要上去 看看3.2元附近 目前這樣看 這位misslow同學 誰跟你說看103的,Kawinna 我沒有說過看103 怎麼可能去103呢,現在這個位 現在這個位 怎麼拉一拉不上103 成千零點 除非大理好 好了 你們阻力的位置,這條位我以恆生指數為主 跟你們說 嗯,嗯 所以我說過月中,月中還有風險 中鐵這個位 中鐵頭國企股有機會上 這位可以考慮 上了300元 300元看月初 月初可以就行,月初不可以就行 這個差不多就是這樣 好吧 今天就和大家說得好嗎 基本上我要說的東西都說完了 其他就沒有太多要重複的 沒有太多要重複的 好 大致的思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先看看板塊 那幾隻股票 和王 15 400 還有一會兒 還有一會兒 沒有太多要重複的 好 剛才我講了這個位置 差不多有些難上去了 其實直播非常重要,也是體管的最重要的時間點 大致講了這麼多,告股問題我都回答了 恆子的方向基本上都和大家可以做了一個交代 今天的直播就講了這麼多 如果對突發營有興趣,請問導師做理 跟他們拿個許報,許報他們可能下星期才發給大家 有興趣就跟他們諮詢一下 就這樣吧,多謝各位同學,拜拜